試問人生在世 有誰不跟你算帳 老闆跟你算帳 朋友跟你算帳 甚至是你的另一半 不只跟你算 還喜歡翻舊帳 為什麼要獨厚親兄弟不跟他算呢 大家都知道恐龍讓泥的故事 恐龍把大的梨子 讓給他的哥哥吃 自己吃小的 你說恐龍不計較 但是你們怎麼不換個角度想 恐龍搞不好在內心 早就已經盤算過一遍了 他在讓泥的當下 搞不好他根本就不餓 好不好 如果今天弟弟跟哥哥 借了一千塊錢 不可能因為他是弟弟的關係 最後還哥哥十塊錢 這還是借嗎 這是搶 那也不可能 因為今天哥哥 他就可以坐地起價 最後要求弟弟要還他九千 請問這還是哥哥嗎 這是放高利貸 一定會有人覺得那個金額不夠大 會想說 為什麼 不站在弟弟的立場 對不對 這麼跟我計較幹嘛 只不過是一千塊嘛 哥哥 但是哥哥的立場 就算哥哥不跟你計較 姐姐也會跟你計較的嘛 四個四嘛